不给复习我也搞不懂 然后我想想呢 还是因为我们过去 符合过去时 现在是讲过了 但是因为它有好 这套课程里面有很多 还没有讲到的内容 所以呢我又把它继续讲 那么其中呢 今天要说的呢是 一些不规则动词的过去分词 因为它们都比较简短 我觉得呢还比较好记 所以我们单独呢 也把它拿出来来看一下 因为它也有单独的课程 另外呢就是我们符合过去时呢 已经学过了 就是有两个诸动词 一个是阿华 一个是阿列 然后哪些动词呢 要和阿列配合 哪些动词要和阿华配合的 那么现在今天呢 就把它混合起来 然后我们再来学一下 鼓鼓一下 那么接下去啊 我们是就把没有学过的那些 前面已经跳过去的这些东西 再翻过去把它学一学呢 还是就这么 从第二车开始学啊 然后听听大家的意见 第一车基本上 还是老师讲过的那些东西 好像基本上应该讲到 其他都是老师没讲过的 像什么天气啊 什么到饭店点菜啊 坐车啊 这些我觉得呢 应该也需要学一学啊 也很实用的 但老师没讲 所以呢 当时就跳过去 到课后再听听 把这一件吧 好 我们今天开始学习 那么这里呢 有几个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这套十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 他重点拿出来了 十个不规则的动词的过去分词 我们学过这些都是不规则动词 当他的过去分词呢 他的变位呢又又不一样 而且都比较简短 所以我觉得呢 还比较好记 你看那个 这个阿华 就是 然后 我们学过一个字节 夏天 一样的哦 然后 就是 飞 最终取了一个第三人称 单数的那个飞 就是这个 阿华 所以这几个就是一个看 一个喝 一个读 就后面就把取了第一个字母 然后就加上了一个 然后后面呢 也我觉得也还好 Appond 拿取上课 接受词很多 那就是 Pri 那么记住了这个 Pri呢 后面是 Appond 就是 前面多了一个 阿卑 那么就是 这个后 前面也就是阿卑 然后加上 Pri Appri 也能记得住了 然后这三个 哇和不哇和力和 就是这么 还有包括 阿卑 就阿卑不是 阿语 还是 A语 就这里稍微记一下 那其他这几个 我觉得 不太难记了 我这么看了一下 应该还比较好记 至少比我们 编位要好记多了 因为它就不需要 编位了 只要是 主动词编位 后面就不编位了 所以这个呢 我们今天 主要来学习这个 那么怎么读啊 它这里面是怎么读呢 我们就通过练习啊 来看一下 我先把 有几个句子啊 先看一个 要不要看了 我觉得也不用看 我就直接做那个了 直接做练习吧 还是时间 还是省一点 因为它里面也有说的 转到课程啊 转到课程啊 不归这动词 它是第78课 就是阿华和不归这动词 那么这里呢 是专讲阿华的 这个不是太难 反正只要记住这些就行了 就是这些形式 就是巴西公布西 有两部分组成啊 一个是阿华和的 现在时和过去分词 到还有那个 在这一刻里 就是叫阿华和的那些动词啊 那么 这些动词 过去分词不规则的啊 那么 说他没规律呢 也有点规律 他也说了 就是后面三个啊 这个这个我已经说了 就不说了 就是后面三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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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啊 啊 啊 就来做了 我们来选择过去分词 不规则的两个动词 啊 啊 我们读一下哪几个不规则的 第一个 啊 啊 没人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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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和那个 本身就是说和 啊 啊 啊 呃 配合的 所以这个啊 啊 也本身也 也 他也包括这 那样 送到 然后 哦 哎 哎 哎 就连 你 是 我们看不见啊 好像是你的 诺子 啊 就不知道 刚才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因为你刚才说 我们是 不知道在说什么 我在那看 不知道 现在看到了 对对对 我从头开始 嗯 再看 嗯 就是这个共享 新的共享 这块 没弄好 我们今天学的是78课了 已经 这一刻的健康 这一刻的健康 讲的是阿瓦和这些不规则动词的过去分子的配合 所以这里我们只要记住阿瓦 阿瓦本身就是助动词 但是它也是代表有的时候的不规则的动词之一 它就是助动词 但是也在和阿瓦配合的里面 就是说有阿瓦和阿瓦和阿瓦和的现在是叫阿瓦和过去分子 也是其中词一 所以这个阿瓦和也要把它记住它的边位 它的那个过去分子 那么刚才这个我们已经看过了 阿瓦和本身它既是助动词 但又是这个特殊的不规则的动词的过去分子里面包含了 就是阿瓦 就是这个这张表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所以我就把它跳过去了 还是没有规律 但是实际上也有规律 然后就是 说过了就跳过去了 就是把前面的前序记住 copy 后面就是 appri appri 然后我们来跳 不规则的两个动词 她说了两个动词 所以我们 阿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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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在最后身内落 然后加出 显示的单词是不规则过去分子 对还是 对 对 这是不定词 infinitive 这个是particip 就是分词 第一个 第一个 她没有回复我的信息 那么就是说 这是对还是错 加粗的单词 是不规则过去分词吗 我们记一下 不是的吧 这个应该是规则 刚才你里面好像没有这个 你刚才没有这个词 她没有回复我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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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看的话 是说 没有特别 没有特别 对 对 没有特别 过去分词 第二个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 这个我们又要来组句子了 我们就先找到大写的 什么地方 然后找出带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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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读一下 我们读一下 什么 什么 对 我和我的姐姐还是妹妹 他翻词 他翻词还是喝了一杯 说了一杯 我觉得是喝了一杯酒 喝酒了就可以说了 还有 正确选择 这是单词 我们先看这是单数 而且我们现在只是阿华和阿华和单数 它是第三层 第三层称阿 阿 对 阿 肺 肺 第三个 对 这个肺就是永远不变的 就是跟在那个 阿华和后面 就是分词就行了 所以 这个肺 跟这个肺一样了 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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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选择过去分词形式不规则的两个动词 又是不规则的 这个是 哇哇哇哇哇 卷卷卷 跟卷卷 卷不是的卷卷是第二主动词 贿对 啊 啊 pré sixty a var 黔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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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诶诶诶诶 所以这还是比较简单哦 那就是公平 公平 阿华 就两个 对 好 我们先要选那个 主动词 然后就是 我看了一个很好的电影 昨天晚上 我们 我们看了一个很好的 一个 Bong不用 Bong Bong是阴性吧 Bong是阳性 Bong是阳性 还有一点点 使用动词D 可能过去分点 我写了 应该是 对 对 对不对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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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和阿迪 阿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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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我这句 这个句子的结构 我不是太明白 他这个意思呢翻过来 就是我爸爸告诉我 我姐姐或者我妹妹呢 要来看我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 告诉我姐姐这个是对的 这个我不知道了 这个结构是什么 不是来看他吧 是不是告诉他姐姐说 你要去看他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对不对我这样想因为 逻辑上好像是我告诉你 谁要来看你 他是说这里是 告诉他姐姐 告诉他 我妹妹 就说我要来访问他 是不是这个意思 看我说我不懂这句话 还是这个是 因为是自反代词 是什么来看他 我不知道 我真不懂 但是问老师 我也不知道 看不清楚 Alessandro 不认为你少了一个少 应该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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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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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ait不能 我сть不是 你不是 energicore 英快 英语 咱们有语 会ll reinvent 一 Freud 喂 有什么义 他语 音уем 有什么 did we 语 语 明快 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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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主动词 然后这是 它是在大学里学的 它是表示过去 它就一些的已经学过了 这些句子我都把它 它已经拷贝在那里 拷贝在提纲里面了 然后使用动词 离合的过去分词 Avah已经有了 Avah已经有了 离合是L-E-D 对 就离合 对对对 就一个对对对 说错了 然后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是 我看 冒字 杂志 报纸吧 让我们读了 今天 读了那个 今天早上的报纸 还是 我今天早晨 我看了报纸 对 我今天早晨看报了 这个意思 是每天的报纸 每天的报纸 当它翻这些报纸 我做了很多运动 我做了很多运动 上州六 上州六 要做参照 在这个地方时 上个州 上州 上一州 不是1年 对对对 ом babe 在那裡做了很多运动 她 她 就是布尔多我们翻过来 我坐巴士去那个哪了这个地方 我坐巴士 完成了以前去过 就巴斯呢 还有我们上次不是学过一个 就是上车 也可以说那个 上车 还可以用那个 也是用 然后呢 看 他后面是什么 刚15岁了 应该是在用一个 那个阿瓦和的 用那个阿瓦 对 这就是我第一次 我是做错的 就是说 一般我们都用阿瓦和 就是用 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上周 上一周 巴斯也可以说 上一周我们 就是 然后呢 也可以说上一周 所以我们上一周 有两种表示方法了 这是最近的一个周 最近的一个周 但也是上一周 然后呢 巴斯这个呢 就是过去的这一周 我们也可以说上一周 那么这个就是上一周 那我弟弟呢 我弟弟呢 刚刚满了十五岁 刚刚十五岁了 好 这个已经是很熟悉了 这个已经是很熟悉了 相当于丢林啊 啊 啊 这个意思啊 我在那个提纲里面已经写了 那如果他说是一年 那我们说一天应该怎么说呢 然后一小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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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的 后面就加了一个时间的 有个时间段的一个词 就是相当于这个时间段 那就是他这个 Antoine 他当老师 已经一年了 他当过一年老师 应该是这样 对 我就刚刚想这个问题 那他现在是不知道 但是他当过一年 对吧 对 应该是这样 嗯 过去是 过去是 我没有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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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电视频 我没有解决了 我没有解决了 我要融合了 不是 但是 我没有解决了 我没有解决了 然后他说 是 Comprî 公佩 他不懂 看听一下 他有的时候 不再放第二次 他放不出来 不知道怎么会有 他没有看懂 对 你说这对种 应该用公佩 这个诗要发音的 我在提高里也写了 通常S是不发音的 他可能也是外来词 他这个诗要发音 就是感觉也对的 感觉意思 有很多的 这个 这种语字 这里他就说 我不理解 电影的一个语字 再听一下 这种语字 这种语字 就是外类词 这个我们要看一下 是个文字 AVEV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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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然后是 TROBAS AVEVOU V O I S 然后呢 Vanla AVEVOU AVEVOU VU Mon PÈR C MATIN AVEVOU VU Mon PÈR C MATIN NIMAN O VOU LAY K O BAPA M ZACHEN ZACHEN LAY KAN WO BAPA M 这个 这个 这个就好了 过去分词就学到这里了 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看这个 这些我基本上给它拔下来了 这里是一个戒指 一小时就是 一天就是 我们现在就来复习过去 那我这里先讲 这个先讲一下 因为我当时这个句 我怎么也不知道这个句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把它翻译了 就是的过去 应该做什么 或者有的那些翻译成必须做什么 但我是觉得应该更好 他就说这里是GHD的编 后面就不用翻译了就编 就是我现在只买了一张 或者是买了三张 他是已经过去死了 他说按理说我应该买两张的 就这个意思 但他现在不是买了两张 这里呢是Devah 应该应用的意思 Devah叫不定式 就是应当做某式 这里我说一下其他的意思 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就是老师也说过 Devah如果做名词的话呢 学生应该经常会用 做作业 对 那么法语作业怎么说呢 Ain de Vahre de Francais 就中间用的的 这个加上Ain 因为他是感性的 然后做作业呢就是Faire 然后是某人的作业 如果是我的作业 如果是我的作业 那么Faire Mond de Vahre 如果是你的作业Faire 如果是你的作业Faire 不动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阳性的 就动 其他应该有什么 哦这里还有一个词 那我也不懂 他是说你应该知道怎么说不 他有的翻译 但是Google翻译呢就是说是 就这么 你知道怎么说的 但是我用那个 用那个什么 法语助手翻译呢 他说你是知道怎么说不 我想应该是怎么说不 我跟那个 掉不出来了 就加上一个铺吧 现在不是那个 其他的应该没什么了 好 就是这两个讲一下 一个是Dvahre 就是Dvahre 加后面就应该做什么 然后这个是树 就是 Sawahre 其他的里面应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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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做这个 这个也给他再巩固一下 那这里都说的是 刚才我们说的是 再来复习一下 就是和13个动词 这个已经是说过了 这个应该已经说过了 反正我们就这么把它过一遍 上次已经讲过了 我们去那个海边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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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因为它是移动的 所以要用at 要用at 要用at 来配合 因为我们是这样的 除了移动含义的这些以外 大多数用avoir 那么这个呢 就是移动的 来去 应该用它 那所以这个动词呢 是 出题 是 垒的 垒的 垒的过去 移动词 现在我们第二部分 讲的是移动词的选择 用垒还是用avoir 这个呢 上次我们已经 on a mangé une pizza 从现在复习一下 on mangé pizza 是采用了 阿华 和吗 yes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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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反正还有几个 另外的引申的 就都叫了 R 或者是 13个动词里面 又多出来 Mot 就回复 变成了 回到里面 ant 然后这叫ant 那么两个 握在一起 他就省略了一个 就是ant 这个回家 也是用这个 好 来选两个 pacet composé的两个动词 就是一个主动词 一个过去分词 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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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想把这里加了一个 A A 阴性吧 它是配跟那个 前面那个 那个主语配合的 好 复书的话 我们还要后面还要加S 这个我们再 说一下 然后这里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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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 今天晚上和我的朋友 一块出去 那应该是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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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待之前 这里要记一下 因为我哪一个形态里面 要放在两个 中间好像 所以有的时候 我也困住 这里要放在 等待之前 我 drained一些 包括它具体的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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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 我已逛出马上 我只是习双沟 我只是习近 帮我尼 我的托胖 我只是散步 如果是阳性的单数 那么就是 自点上它的过去分次 如果是阴性的单数 后面要再加一个E 如果是阴心的腐术 那么就叫ES 阴心的腐术就叫ES Celine est tombée dans les escaliers 部队是过去分词的阴性 对的 然后构筹否定词 我们要来否定的是前面的主动词 这个是跟将来也是一样的 否定的是主动词 那么如果说是有自反代词的 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里是Lene 那应该是这个 Nepa Ale Nepa Ale 他这周末不去拍片 然后就我们就要来选择了 Mes amis 这个先看一下 Pri Pri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 应该用Avoir 第二个 VON ZON ON MES AMİES 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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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 我的朋友是坐车去了 这他已经说了 这个是哪个 这个是阳性 阳性就是 阳性和阴性在一起 我们也是用这个的 所以就要用这个 只能用这个 如果全是阴性的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 因为你看 他前面也有男性的 他里面头上 Ele Ele是用那个 Mahia 选一个助动词 看这里是 Ele Avi Akivi Akivi 应该用E 这个选 应该用E E E 然后呢 Mahia 是阳性 阴性的 阴性 这个 Ma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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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ivi 大 Youshwa 昨天晚上 到的很晚 又来组剧了 我们先找到 组语 然后看看动词 是哪一个 应该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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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还有一个 字盘带 在前面 在那个 对 在这个位置 我將被逮捕到 我會逮捕到 我被逮捕到 我的在監督中 好,這裡是HASTE 就是聖流 那麼看一下 應該是用 用那個 A 應該用A 然後是 HASTE 對 HASTE ORR 這個好句的 就是用這個 那麼就是 A Antoine 連在一起 HASTE ALA MISON 在照顧 在晨末 我们在休息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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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晨末 回家休息 你到他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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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他很快说了 他在晨末 我叫你去 他在晨末 你听个词 他在晨末 其实他在晨末 他在晨末 我会 他在晨末 变 like 变ayo 变七好 变 一是这样吧 好像是 沃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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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那个 还有一个河 还有一个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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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完 最后面有一个河 负数 最后的负数 河 河 这里 这里有个河 对 对对对 刚才前面那个词 好像 看一下吧 错了再做 后面还要加ES 不对了 前面因为没这个词 所以我也没记住 我把它下来 你以为我们的13个单词里面 有这个词的 有的 我就是从那里看到 有有有 好了 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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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过 跟着 我来说 你要来参加派你吗 去吧 来吧 是对是派你参加派对吗 然后又要去找一个 既有聪明 又是 她不是来到我的 anniversaire 她是博艺 她是 mai来到我 annivers参 牧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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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牧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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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来我的那个生日派对 少了一个 忘了配了一个那个二了 忘了配 啊忘了一个 他会做三个四的 还是不够那个 好我们再来做 Elle 那应该是Song Song Song 然后Alle Alle 嗯对 记住 嗯 还是要那个 这里要用字反代词了 Song Lev Lev 很大 那么是 Ellev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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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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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该是规则动词 这样对不对 Un和Dat 上 avec 那过去分词 那里 对 终动词在哪呢 对 你现在说的是那个 这个地方让你是 八岁公公岁吗 一勒啊 对 对 八个啊 对 一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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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不是 字板带字都用 那是字 那个对着呢 对的对的 对的 应该是对的 应该是对的 嗯 哦 这两个要连起来 两个原因 两个原因 要连起来 《tu es arrivé avant lui》 《tu es arrivé avant lui》 他比 你比他先到 你比他先来 他先到 Ses amis sont retournés hier de leurs vacances 我又忘了他今天啊 我又忘了他今天啊 两个呃 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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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上面 有 有一个 就有一有一痕了 对对 啊 这里有 呃 s 啊 这个是呃 这里也是呃 s 对 现在应该对了 应该差不多 看样子差不多 看样子差不多 昨天晚上啊 他们 昨天晚上他们的假期 来了 他回来了 这个 这个句话 我还不是太明白 怎么个意思 看一下啊 他的朋友昨晚放假 昨天晚上才开始放假 啊 那我是这么弄的 我感觉这句话 好像有点不太 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 昨天放假 度假了 应该是 度假去 他度假 度假回来了 度假回来了 喝度 是不是 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 按字面应该说 是回来的意思 度假回来了 所以这个翻译 有的时候 也不 那个 她 她 她 刚才错到哪里了 要把两个写到一块 要打一个那个 应该这下对了 对了 这个应该已经好了 这个还不是太熟悉 这个我自己也不太熟悉 这些都是新学的了 所以还是有点不太熟悉 那我们 因为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 来看一下我们来学一个 这个吧 感觉这个也挺好 就是有的时候在停灯的时候 可以说些什么 应该这个也不是说 没有什么语法 只是告诉你 我们平时在说话 会说哪一些 就是说你不太懂的时候 就是 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 我也是 我不敢相信他们会这么说 当你感到怀疑困惑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说 发音呢 就是跟那个 一 一样的 他怎么用 就没听清楚 他这个呢 就表示怀疑 你跟他听不清楚的时候 可以用 他又跟他表示怀疑 你不相信的时候 也可以用 第二句话 我没看清楚 我没看清楚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on assez on de la hippobillik 这个意思我不懂 hippobillik 我不知道了 de la hippobillik 说一下那个 里面 de la hippobillik hippobillik 是公共的 然后再加个 就是重新 重新公布 或者是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不知道这个意思 du a di quoi 听不懂啊 du a di quoi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还有一个 有点像 一个先是用pè 然后就说pè 小孩说 什么意思关键是 你等我听他吧 他会告诉你 多种意思 这个听起来有点像叹息 可以表达放松 厌倦疲劳 贫贫的感受 表达感受的 好像很耐耐 我自己是感觉这样的 他都都都都都弄不好 你还看了什么 我看了一个 第一个呢 他感觉有点累了 他没办法了 还没弄不好 有点泄气了 这个是感觉累了 你看到那个阿凡达电影了没有 这个是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他是看过了觉得没意思呢 还是说很遗憾没看 我也能不清楚 但是他看过了没意思 我自己觉得 是没意思 有点败的意思 你还看过了什么呢 昨晚 我看过了 《阿凡达电影》 我看过《阿凡达电影》 没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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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 va? 表示厌倦 在想,在想怎么回答问题是不是 他说,这里会告诉你 他也是众多含义 经常被使用 用它来给自己说话 留出一点时间 就是我下面一句话还没想好 或者学生说 过时间 他就说 时间就越长 他想不出说什么 就当你处于尴尬的时候 你想不出话语 来接话的时候 他也想不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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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受了 第1个呢 他在考虑一下 我们要买那个 他说好也不好 可能说不好也不行 所以他就 他不好表达了 你购买的吗 是的 这个是挺快的 我先来一下 你怎么会 你购买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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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购买的吗 你购买的吗 我们不明白 我们用鸡的 对不对 好像 应该是对吧 应该是如果他不懂的时候 应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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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停顿一下 表示犹豫 就是犹豫的意思 对 不懂的时候就是 跟我们一样的 跟这个中国人一样 我这是不相信 正经就是 正经和误解 第一个 看一下 表示犹豫的 先写上 表示犹豫的 中间这个 对 放松批评的 后面 后面那个 这是一个 误解正经 不懂 就这样 所以我们有 犹豫的 这个好 这个 哦 你上次解释过的 很多意思 好也可以说 哦 不好也可以说 哦 反正你只要 不同的表情 如果你高兴的 哦 也表示很惊讶 哦 它有很多说法 我们来听 哦 法国经常使用的 这是真的 但反过来 表达强烈的反应 无论是好的 是坏的 都可以用 但主要关键就是 要看 那个 它的表情 就是又可以表示惊讶 也可以表示 反正那种 不好 它也可以说 好的也可以说 反正通过你的表情 来用这个词 来表达你的 这种 情感 哦 哦 啦 啦 c'est horrible 对 对 这是 来表示批评 这 太糟了 我们来说 哦 啦 来表示批评 对不对 啦 不对 不对啊 我觉得 对 对 不能 表示批评 它 只是一种 叹息 哦 啦 哦 啦 好像 表示正经 不管 对好的 还是 差的 是吧 好像 也 不是 有点吃惊啊 这种 吃惊 哦 啦 啦 attention 对 应该是 注意啦 嗯 好 我们继续完这课 嗯 好啦 时间也到了 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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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 我自己也没学好 因为是新的 有些东西 我也搞不清楚了 不好意思 我反正就是 哎 老师 翻过去啊 是吧 没有学过的 再来学一下呢 还是我们就这么 下去 第二次 我们就往下走吧 慢慢走嘛 不行了 再回过头 再看 这样 我们就记住了 去出错一点 也不怕 然后慢慢就 记住 所以我就说 我们新的 也学一点下去吧 慢一点 慢慢的 就是你这样复习 你很 对我们 那个什么 帮助很大呀 我觉得很大的 谢谢 我真的 你别看 你老说是 我自己也没搞清楚 你老说你没搞清楚 其实是好事 我们大家不清楚 都能一错了 以后就记住了 就要出错 所以谢谢老师 你这个材料很好 我也觉得这个材料 它很仔细的 是的 所以我 本上还是回绕 这个来讲 然后 我们觉得这里 还没讲清楚的 我另外再找些材料 是的 非常感谢 很谢谢另外 你教的很好 真的很好 好好好 那我就这么坚持 你如果 那个这样的 我们慢一点 我们就会好一点 那我们呢 我觉得我自己也是 平时也不太去复习了 我就是在备课的时候 我就看一下 反正能多看几遍 总观能记住一些东西 我们也不求 进度啊什么 多学一点 只要每天能够学一点 都是好的 反正就不断地说 说到问题就熟了 好的好的 那谢谢 谢谢 谢谢 今天晚上 给大家讲一下 今天晚上了 今天晚上呢 可以说一下 今天晚上呢 感恩志愿者 希望大家能够参加 这个 现在今天是第 第第五周 我们是第五期 就第五期 这个志愿者 感恩志愿者 我们八点钟开始 让大家参加 好的 谢谢 那个立完 你那边 你把那个视频关掉吧 那个视频关了吗 好嘞 视频关了 你那个视频 你那个视频呢 哎 我已经关掉了 没有啊 还在录制中 关了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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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